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后来中国突然改变了 你跟我们的要求我全部不认了 然后川普认为是有水的这伟大的贸易协议 这就没有达成 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那么现在回过来来看 您通过这些几年了解的情况的变化 您对中美贸易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 中美贸易战呢 当然这个川普是做的是比较极端的手法 就主要就大规模的增加这个关税 增加关税呢 就是弄得比较的杀地三千自损八百 那么很多这种美国货 在美国的这个订单在中国生产 但是也进不来 据说说有新的数字 对这个贸易制裁中国 也刺激了这个美国的失业率也上升 是不是 这个具体怎么分类呢 现在我不知道 但是 拜登上台他说过 暂时不会改变川普时代 对中国施语的关税 这个暂时是多久呢 我想有可能是一年到两年 为什么拜登不会马上就大松口呢 我想有这里头有两个原因 第一啊 就是说我们知道拜登后面都是华尔街 这个高科技 而且是美国的企业 是不是 美国的企业的这个包括这华尔街金融界 他们当然想中国做生意 但是最近他们也着实也看得到 中国这个保护主义 嘴巴说一套 说欢迎你来 实际上他不开放自己的银行 保险金融 所以再加上这个蚂蚁金服 这个临门一脚 我想最近这半年到一个月 让美国的这些企业家 企业界 华尔街 华尔街 就是拜登的那些商界的金属感到很失望 因为呢 你中国不遵守世贸的条款 这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 大家都看到是个现实 你看即便是最近这个欧洲跟中国签署 这个中欧投资协议 这里头也是处处设防的 是吧 所以呢 再加上美国的商界最近发现 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迅速 在海外 尤其是第三世界占领了不少美国的市场 本来就是说美国货要倾销到非洲了 或者是东南亚了 一看发现那个市场已经被中国的这个商务占领了不少了 所以呢 对于这些拜登幕后的金主 而且他这个财经这个盟友呢 他觉得有一点对中国也有点的失望了 是不是 所以呢 现在要说拜登要上台以后 中美之间的商贸关系 贸易关系回到十年前呢 这么蓬勃 我看是不可能的了 再加上美国人都看到现在澳洲什么样的待遇 澳洲这个煤炭 澳洲这个铁矿 澳洲这些什么海鲜 是不是 都遭到中国政治性的包袱 是不是 所以呢 现在呢 随着这个日子 时间的推移啊 美国的商界也就是也就是说拜登的金主 慢慢也会觉得中国这个市场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呢 这个拜登所以说暂时不会减少对中国获得监税 这个关税 意思就是说还让你中国自己来反省反省 你到底要对我们美国开是不是真正开放市场 不要只光说不练 不要在这个争取实践拖延 除非中国马上对拜登开个大门 送个大礼 比方讲好我中建行中国农民银行 我就让你美国资金入股啊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九 如果有这么切实的啊 这个这个让步呢 我想这个这个拜登啊 我不要说是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的这个外交关系也会改善 但是这个是中共的命根 他不会轻易放弃 所以这个是你来我往的 拜登这些人几十年也是个圆滑的政客 他对你点头哈腰 他对你点条哈腰 点头哈腰 不是他真正的爱你 是不是 啊到时候这个形势一变或者他他主要后面的这些选民这些金主不满意啊啊他也得要顺顺从所以现在中美贸易是应该是卡在 卡在半途进也不是退也不择 但是会在这个形态上会稍有放宽啊很简单的嘛以前这个川普是中美谈判一面谈他就在推特上一面破口大骂是不是制造气氛啊 啊然后对中国施加这种心理战这个压力啊这个刘鹤了啊啊瞎的不是瞎的虎的脸清唇白然后呢你叫我来你在白宫在川普面前签字 在这种场面以后在拜登上台以后就不会有的啊但是实质性的这种压力这种进坡啊这还是会继续